在亚洲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留意的确诊病人 星期二起可以选择中医治疗 截至今日中午 超过20个病人接受中医服务 诀教说药方涉及的药材在一般地方都买到 但就不建议市民致行服用 亦都没有预防作用 给亚博览馆确诊病人用的中药 会先在医管局的中医诊所弄成火粒冲剂 每次处方三日的份量 当局基本上按病人的临床病征分为三个药方 与西医类似主要是舒缓病征 第一种情况是风热范围 即是病人有咳嗽、喉咙痛、有黄痰等等 会用银桥散加减这个药方 第二种是风寒化热或夹湿 除了有呼吸道病征 同时有肚窝等等的问题 要用药力比较强的清肺排毒汤再调整 最后是气阴凉虚 一般是涉及有长期病患的长者 需要吃沙心麦冬汤补气阳虚 西医的同事帮我们总结了西医在亚博病人的基本情况 总结完之后我们觉得这三种阵源是最普通的 最多见的 从中医断症来说 是不单止这三种情况 其实有机会多过三种 辩兆场说这些药方本身都是拿来E-cut等等的病征 没有预防的功效 而涉及的药材一般市面都买到 不属于名贵中药 他说亚博管的病人是属于轻症 不用同时食中西药去医 如果病人本身有其他病 食中西药 中医的药方会按情况去调节 不过如果食中抗病毒药 病人有蚕斗症 或者肝臣功能严重異常等等 就不适宜用今次的药方 母线电视记者 陈佳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